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看《中英理财》周藏秀 非常高兴介绍三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我们北京卫视的养声堂的节目主持人月月 还有前不久我们看到的电视联系剧《红楼梦》里的两位演员 一位是大宝玉的扮演者杨阳 欢迎 还有一位是经常伺候在她身边的西人的扮演者李燕 三位建厂家呢 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了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收藏家 资深的艺术品经纪人翟建民先生 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王春成先生 中韩拍卖公司的董事长汀一文先生 朋友们都知道每期收藏秀都有个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说起来跟三位嘉宾当中一位的名字有点关系 是谁呢 跟他有关系 他的名字叫李燕 燕丽的燕 一般我们首先想到燕丽 哦 花 花燕丽 而他扮演的恰恰是西人 西人姓什么呀 姓花 花西人呐 当然西人这个名字是颇有来头的 出自一句古诗 这首诗是 花气西人之皱暖 出自于谁呢 南宋的著名诗人陆游 那么今天将要出场的 各位藏宝人带来的藏品 可以说是满堂的花啊 而且跟花气西人之皱暖 这句古诗的来历 那个年代先后差不了多少 都是宋代的 好 朋友们 请看亮宝 三位 进前看 好 我们请建厂家呢 给我们介绍一些 在眼前这一件 北宋瓷州瑶的刻花壶 今天这个瓷州瑶的这件 刻花的茶壶 我们应该是用 北宋瓷州瑶 深刻画 或者是替画 牡丹花的一把壶 瓷州瑶呢 是宋代的一个名鸟 但是也是说是很有名的名谣 可以说呢 它这个替画呢 很利落 主要呢 它是用这个白的化妆涂 加在器物上 把这个化妆涂跟胎把它刻出来 那所以呢 就显得出这种花纹 特别特别漂亮 眼前我们这一件呢 也是很稀有的一件 完整的一个杂壶 谢谢啊 好 谢谢谢谢 那么翟先生 从这把壶呢 对于这一类的瓷器 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这是我见过的 北宋瓷州瑶里头 难得一见的精品 三位 把你们的估价 大概写在题板上 我还可以给你们两个参考价格 注意听 2008年 伦敦加士德春拍 北宋瓷州瑶 刻画黑彩 牡丹纹梅瓶 90万元 2009年 纽约加士德春拍 北宋瓷州瑶 刻花 牡丹纹盘口瓶 135万元 那么这一支 北宋瓷州瑶 刻花壶 大概是多少钱呢 请开始 你现在到底是 宝玉的丫鬟 也是很有前提 200万元 月月 130万 130万元 宝玉 150万 150万元 现在主子还不如仆人有钱 那么最后 建厂家给出的参考价是多少呢 100万 月月130万元 拔了头筒 好 恭喜 咱们杨阳 李燕 也不用沮丧 你们三位 如果在 后面三轮的 对于物品真伪的判断当中 都猜对了 将讲给你 由宝玉 有宝丽 拍卖公司 最近拍出的 价值 8736万元 乾隆 也 欲比 汉百图的 复制品 预祝你们三位 都能够有好成绩 把他带回家去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第一位藏宝人上场 藏宝人献报 清歌漫舞 和大人挥锤 感慨万端 讲得好 欢迎讨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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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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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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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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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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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